某一次考试班上有40个人参加 根据统计数学及格的有15个人 英文及格的有20个人 英文数学皆及格的有10个人 那么英文数学两科都不及格的有多少人呢 好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还蛮常见到的冰淇淋图 全部的人是40人 这里是英文 这里是数学 哇画的不好 英文数学 数学及格的是15 英文及格的是20 两个都及格的是10个人 好 所以呢 我要问英文数学两科都不及格的话 我是不是用全部的人去减掉 英 或数 至少一个及格的 好那英文跟数学 至少一个及格的到底有多少人呢 有哪些 好这个呢 我们再来旁边算 英文跟数学至少一科及格 这些呢就是 英文是英文及格是英文及格加上数学及格 数学及格 每个及格的有15个人 那 英文及格的有15个人 英文都及格被算了两次 所以我就把它扣掉 所以就减掉10个人 好 所以我们最后 运算一下就知道了 40减掉25 好 所以呢 就等于15个人 你 好